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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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的最新的就是苏库的眼影了 我今天本来想拿它来画的 它是今年夏季新出的12号色 也是比较火的 超级漂亮 我为了保持它的美观性 我今天都没忍心下手 你们看这个颜色 不觉得是神仙颜色吗 而且它搭配的这个绿色的闪片 我真的觉得好清新啊 好适合夏天 这两个粉色可以画一个樱花妆 有一点不忍心 我就为你们下手了 哇 这个绿色粉质都很细 而且这个绿色好漂亮啊 还带着细闪 而且这两个粉色很好晕染开的 真的苏库的粉质没话说 这一盘是日本年中的销量第一 人气第一 很多杂志都有分享它 如果你的粉色比较少 相信我 买它 苏库这次我还买到它们家最火的粉霜 是今年的新包装 是这样一个棕色的瓶身 金色的盖子 我觉得还蛮有质感的 我买的是101号色 就是中性最白的色号 也是我今天涂的 我觉得质感还蛮好的 但是啊 它跟我一直推荐给你们的Covermark比起来 就是你第一的使用感受 真的是差不多的 但是啊 它更加持久 像Covermark那个 我用的时间长了一点 就是六七个小时可能会暗沉脸 会变黑 就变暗 但是这个的话 我觉得一天下来 我觉得还是还好 没有怎么暗 苏库他们家我还买了一个刷子 他们家的包装都是这种黑色的盒子 很暗沉的 你们看过我三年前的刷子分享吗 就一个化妆工具分享的视频 没有看的人一定要去看 你们应该每个视频都会看到我用它 它的头刚好是这个宽度 暈染你的眼影 超级棒 而且它很细软的 一支可以用两三年 就算它贵吧 我无敌推荐这一支啊 没有暈染出来的人去买它吧 本土品牌的唇膏 他们家包装都是比较华丽风格的 我放大给你们看 是不是很华丽 也有这种宫廷风 头部还有一个花朵的形状 但他们家的唇膏 我就买过这第二支 显色度不是很好 我是因为看思惠里家那个妆啊 就是比较适合夏天的水汪汪的感觉 你们看这膏体的头部 还有一个字母 我今天就要下手了 我要毁了它了 它有点像润唇膏啊 是日本妹子比较喜欢吧 就这种润润的 这个照片它是搭配了一个KATE的灰色的眼影 这么小一个是650日币 给你们摸一下这个颜色到底怎么样 它是有一点黑哎 但我觉得杂质每次哦 滤镜很重 我有时候买同款 我画出来颜色现在还有区别 灰黑色上面还带有银色的珠光 还蛮特别的哦 插播一个给你们的礼物 我在妖装店买到了 这个特别的可爱 三年前有买一个大罐的 那大罐的根本用不完 而且带出去很不方便 里面就是有点像奶油 就其实不用占取这么多 你看它很黏的稍微占取一点 它粗开了以后 其实是变成透明状的 像我这种头顶这块 要稍微定型的话 我就稍微这样抓一点 它就可以让你这样定型起来 就跟个定型胶一样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而且味道也很好闻 真的好可爱 好像马卡龙呀 这个就看你们到时候谁能收到咯 就我买这种平价的彩妆 我就是在那个旅游视频 你们有看到那个药妆店 我还买了一个刷子 我包装它专门没有拆 想让你们看到好买 是这样子的 我是之前一个化妆师 给我化妆我种草的 圆形的头 我不是很少用刷子吗 但用它来上妆前乳 非常好用 它是一个这样子 两边是有一点弧度的 而且比较密 还有带一个盖子 就很多韩国牌子 不是会出这种化妆刷吗 但我觉得日本这种工具 又便宜又好用 你们去日本要去那种药妆店买 真的很划算 我每次去日本前 都会做很多功课 我还跟着日杂买了 一个这个眼影 你们看杂志照片在这里 也是森惠离家画的一个妆 包装它是一个小方盒子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是每一个方盒子 它是可以拧在一起的 就可以组装成一个积木 特别有意思 然后它里面是一个膏状的 剩下去就是有一点像 橡皮泥的感觉 是不是想象中的 要显色呀 它涂实的位置 黑黄皮千万不要 但是白皮真的很好看 森惠离家真的是人形重草机 它涂的任何颜色 我觉得都很好看 就这种颜色蛮难驾驭的 我觉得是个美发爱好者 我自己用的比较好的护发精油 就是这个 你们看到了吗 两年前的开箱 我有分享过 这次这个是送给你们的 就是你洗完头了以后 可以涂在发梢这里 就可以拥有像我一样的秀发 就之前挑过头发 发梢不是很容易分叉吗 真的它还真的蛮好用的 不知道哪个小可爱 会收到它 我还买了个补发肌线的 它是个紫色的盒子包装 这个牌子就是之前范冰 推荐那个头发喷喷粉一个牌子 而且你们看我的发肌线 这里真的都已经吐掉了 好可怜呀 它跟那个梦妆的很像 底下也是带有一个圆的气垫 就是你可以拿这个气垫 占取上面这个颜色 它里面还带一个镜子 然后你补在你的发肌线就可以了 我就觉得这种白妥妥 就是第一时间你不用的时候 我很不想把它弄脏 我这次还有买SK2的套盒 是一个神仙水加一个小灯泡 小灯泡之前那瓶我已经用完了 我之后一定要跟你们分享我的空瓶了 我囤了一抽屉空瓶有二十几瓶吧 然后各种护肤品 虽然像我们这种美妆博主有很多礼物吧 但是我真的 我真的没有SK2的合作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买的 我还想就是用一下它 但是很多人说神仙水不适合干皮 我一直都没有买神仙水 竟然这么火我都没有用过 所以我想这次还是用一下它 到时候我肯定会跟你们分享效果的 哦对了有个穿起好用的是这个睫毛膏 我不是一直很喜欢日本的这种平价的睫毛膏吗 这个是我新买的 我专门把盒子没有拆 想让你们看到这样的好截图去买 这个也是双头的 跟我常用的很像 但是它这个粉色的是打底膏透明的 然后这边黑色的是睫毛膏 而且我今天只刷了一遍哦 我没有用烫睫毛器 睫毛就很翘 看我今天带的是一个透明的 花的也是在日本新买的 就我录视频那个店铺 很多耳镜店 但他们家比较贵 都要1000多块钱 这个我很喜欢的 像一个扣子一样 而且它是彩色的棱形片 我觉得真的很好看哎 这个但是它是耳夹 我想看盲盒呀 但是想把化妆品说完 我这次还买了一个这个 冲绳限定的面膜 看我这个包装了 是一个塑分袋 一个是甘橘味的黄色袋子 被我用完了 一袋子里面是有漆贴 而且这种便宜面膜 你就可以经常用 我一般都是早上用它 而且你打开了以后 它就是有个塑分包装 但是很不卫生 我觉得很容易滋生细菌 一定要尽快用完 便宜面膜早上每天都可以敷 然后紧急补水 让你的妆容更加服贴 我买了这个红红苦果的3D面膜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吧 也是比较便宜的 它是可以贴合到你的下巴位置 就是很大一张 我要给你们送了这个面膜 就是很火的嘛 它是一袋里面有实贴 这个你们肯定超级喜欢的 是我在充神专门买给你们的 这个恋爱运气的服 我真的觉得超好看的 给你们看 它里面是带有这种小沙子 还有贝壳的 我觉得很好看 而且是粉色的 祝你们恋爱成功 桃花满满 好开心呀 我终于可以开盲盒了 我已经期待很久了 一个盒子里面是有六种 你们看哦 黄色的粉色的紫色的 这边还有红色的 还有黑色的 然后我比较喜欢的是 这个包装带上的这个紫色的 我们就要把它打开了 我真的是期待了好久 我真的觉得现在 它是最开心的时候呀 来 千万不要是这个黑色的 我觉得黑色的很口爱 我刚说完 黑色的很丑 我的妈呀 我这个运气也是没谁了 为什么是黑色的 里面全黑的就一个好吗 我刚说完 千万不要抽到黑色的 我有一种悲伤的感觉 真的好黑啊 太像这个黑帽子 有点傻呀 小胎盖 给大家看一看 嗨 say hi 粉爪爪 记得给妈妈点个赞呦 记得给妈妈点个赞呦 黑色的还蛮可爱的 上面是粉色的耳朵 不舒服不舒服 给你取掉 不开心了 下一个我们开这个卡通的 它这个样子比较多 这两边各四个 总共有八种样子 颜色挺多的 我肯定是想要黄色的吧 我没有黄色的帽子给它 哇 这颜色也蛮好看的 绿色的 还有粘胶的 我们奶盖模特今天有点乖呀 哎呦 一脸不情愿哦 脑一脑脑一脑 哎呦 它带都好适合哦 大圆脸的 你最乖了 你看背后还有这个小月亮 再给大家看一下正面 我们奶盖模特准备好了吗 这个好看吗 奶盖最近真的发情还蛮严重的 就是身子有点臭臭的 但是它之前不是得过腹水吗 我们不敢给它做绝育 因为母猫做绝育要开肚皮 我觉得好心疼呀 下一个是迪斯尼的 我觉得还蛮幼稚的 是奶酪挑的 也是有六个样子的 米妮 然后唐老鸭的 然后还有小松鼠的 我其实觉得这个里面 没有说什么难看的 但是小松鼠我觉得很普通 千万不要是小松鼠 我为什么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觉得日本这种帽子真的很可爱 但是这种盒子好像应该是 我没有猜错 这个盒子都是made in china 但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卖的 只有日本有卖的呀 我们模特登场啦 喵 喵喵喵喵喵 看我无奈的表情 给你们翻个肚皮 最后一个盒盒是很可爱的 帽帽 白帽子 黄色的粉色的 然后就像小鸡一样的 然后这边也是 我喜欢这个蓝色的 哦 不是白的 又是个棕色的 我今天怎么跟棕色有缘吗 好傻 是个小鸡吗 我还有扭蛋 我这次扭了 这五个 就你们视频有看到我扭 就前面开头给她戴了一个 这个很可爱的陶子的帽子 真的很可爱 我觉得她本来当时 觉得这种尖尖角不好看的 戴上超可爱的 你们看我给她拍的照片 好萌呀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帽子 我真的觉得猫猫戴这种东西 真的很可爱呀 这个粉色的兔子耳朵 妈妈没有给我陆上衣 只好让妈妈来卖萌了 喵喵喵 喵 我的手手还是很长的 我觉得最丑门的是这个绿色的 我抽的是洋葱 我当时还蛮失望的 但我给她戴上真的好可爱 它这个很有意思的 你们看 它是蔬菜的 像玉米 然后黄萝卜 还挺豆的 然后番茄 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我们抽到的是这个白色的 我当时觉得应该很丑的 真的很可爱 这是大蒜还是大葱 还是 我刚说什么来着 洋葱 很有趣啊 我为什么变得这么丑 这是什么东西 蝴蝶吗 还有抽的这两个扭蛋 这个就是视频里跟你们分享过的 那个浅草寺抽的 它里面是一个很小的小猫猫 可以摆在桌子上 像我就是桌子上摆满的这种小猫猫 这个是一个细长的猫猫 它还带一个底座呢 它们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你们是喜欢这种矮胖胖的 还是喜欢这个高瘦的身材呢 哇 我现在这家又还蛮好看的 我还有买招财猫 就是浅草寺买的 超级可爱的 那里的招财猫都很可爱 然后它还带有一个这个红色的底座 可以这样放在一起 带一个铃铛的红绳子 而且它这个花纹也是黑黄花纹的 它真的是发情发的不想理人 你看到居屁股 看到了吗 还有居屁股 我给它戴了一个这个棕色的帽子 小奶干 难受的 去日本肯定要抓布偶 我这次有抓到三个猫猫的布偶 有一个超级大的 Yanko先生 是不是很可爱 夏末有人知道你们有看吗 我是最近才看的 因为我以前不是不喜欢猫吗 就现在是疯狂迷恋猫猫 好可爱 它背后还带两个小翅膀呢 好大一只 这个是我抓到的 它腿腿也好短啊 而且配色 脑膜上这里不是有两个颜色吗 跟小奶干有点像呢 小奶干 配色 Nanko先生和猫猫 一个小的Nanko先生 这个是我在冲城的机场抓到的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很小一个 像个小葫芦 不觉得很像小奶干吗 小奶干 小奶干 傻的呀 然后还有一个黑的 这个黑的就比较普通 眼睛还是两个颜色的呢 也挺可爱的 尾巴还带一点白 这个也可以挂书包上 挂小包上 我好喜欢猫猫们 我准备以后就收集Nanko先生 傻猫猫猫猫 傻猫猫一个 现场细猫 细猫细猫细猫 哎呦 又扮倒了 五官跟小奶干一样 长的就是那种很漂亮的一只猫猫 而且它这个草莓是可以打开的 它白的发光了 为什么 为什么我这么黑 它们抱了我才能白一点呀 那我该怎么办呢 你看它 哎呦 蹭人家手什么的 别跟人家蹭脏了 不给你玩 我还有做这个啊 我做了个手工艺品 我当时没有跟你们分享 这是在冲绳做的 冲绳我住了两家酒店 夏尔顿酒店 对 它底下是有那种做手工艺品的 是不是很厉害 我觉得把它摆在桌子上还挺好看的 彩色的沙子是可以自己放的 而且里面它现在这个透明的胶 上面有很多泡泡嘛 这个是时间放的越久泡泡会越少 而且你看我头顶上这个 选的是一个花花和小贝壳 很有纪念意义 就想像是之前在冲绳 哎 的幸福时光 哇现在这样看背后 感觉空间很大哦 我刚才就应该把灯关了 我不知道前面有没有拍清楚 如果没有拍清楚的话 你们就不要介意了 我现在该分享我的衣服了 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就是我新买的 是一个黑色的针织纱 我很喜欢它这个方领子 就可以露出你的锁骨 而且会显得你的脖子长一点 修长显瘦 而且我底下搭配了一个黑色的包屯裙 带了一点这种流苏碎碎的感觉 主要是一身黑很简瘦 我最近开始喜欢简洁的风格了 然后我还有搭配他们家买了一个这个 Slide的帽子 就慕斯斯拉不是一家店吗 这个帽棕色的 但我买了我觉得挺后悔的 我不知道怎么戴 我觉得我戴上不好看 是个这样子的 我觉得很像厨师哎 你们看是不是像厨师 我还有买裙子 就是之前视频里你们看到的那个紫色的裙子 这是一个日系品牌 他们的衣服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而且很显瘦 我当时是不是有拍过穿他的照片 主要是这个浴巾箱子 我觉得很好看 我穿它搭配裙子不是很好看 就是有一点就笨重的感觉 可能就是我个子太高了 本来就170嘛 带一点这个厚重的很露出来 但是我觉得它配牛仔裤真的很好看 我还有买一个帆布包 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很复古这个花丸 有没有 这个我准备想送给你们 好看吗 它的装的东西不是很多 它是可以一个斜胯的 就这里是可以自己绑一个蝴蝶结 然后这双鞋跨在身上的 好像是最后一个了 还有一双鞋 是耐克的 去日本一定要去看我那个视频 有分享去表参道元素那边 会有很多鞋子店 他们会收集各个品牌 比较酷炫好看的鞋子 就不会像就是买的那么普通了 我觉得这双还蛮好看的 我本来想买彩虹色的老爹鞋的 结果没有我的号 这双是不是还蛮好看的 它是紫色配灰白色 我觉得很特别的 而且它的头部是比较细窄的 显角瘦整个的样子 你们看它的器垫这里还是透明的呢 我今天终于可以穿它们了 为了给你们展示它美好的样子 我一直都没有把它打开哦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 就耳钉店他们家 我买了一个手机壳 天呐 我竟然买错型号了 哦 它上面写的是iPhoneXR 我以为是 我以为是那个什么呢 为什么 这个大小 你看我装不下我的手机 看这里有玫瑰花 真的好少女啊 美少女即使看 就送给你们吧 你们的谁手机能装下 真的很好看这个手机壳 终于今天视频拍完了 开心 外面天已经黑了 本来想出去吃晚饭的 结果感觉要出去吃夜宵了 看我这里的小可爱 我非常的感动 记得给我点个赞哦 我在留言区等你们 看完一定要跟我说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下周我会分享妆容视频哦 爱你们 拜拜 记得订阅哟 来西猫吧 给你们专场看一下小奶盖 其实我录了好多视频呢 它真的好可爱 看它肚皮上的肉肉 它喜欢躺着玩豆猫棒 哎呀就是会四脚朝天 呵呵呵呵 面无表情 呀 看我的Win Show 看我的Win Show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الخ相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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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